爱望式的莫格 有一只猫,它叫莫格 它和托马斯一家生活在一起 莫格很好,就是不大聪明 有好多事情它弄不明白 还有好多事情它记不住 它是一只爱望式的猫 有时候它吃了晚饭 却忘记自己已经吃过了 有时候它洗脚洗到一半 想起了什么事,就把洗脚给忘了 有一次它还忘了猫是不会飞的 不过它最爱望的是大门上的猫洞 那个猫洞从厨房通到花园 莫格能从那里跑出跑进 那是它自己的小门 花园总让莫格非常开心 它到处闻啊闻,它抓小鸟,它爬大树 它追着自己蓬松的大尾巴转啊转 于是它忘了猫洞 它忘了它有一个猫洞 等到它想回房子里时,它忘了该怎么进去 最后它只能蹲在厨房的窗子外面喵喵叫 直到尼基打开窗子让它进来 托马斯先生总要没完没了地告诉莫格 他应该蹲在什么地方 这让托马斯先生很头疼 他说,莫格真讨厌 但是戴比说,莫格很好 这一天是莫格最倒霉的一天 这一天从一开始它就非常倒霉 莫格还在睡觉 尼基就把它抱了起来 尼基抱着莫格说 莫格乖乖 莫格没有说话 他心里很不高兴 吃早餐的时候 莫格忘了早餐只有牛奶 他忘了鸡蛋这种好东西 是不可以随便给猫吃的 莫格吃了尼基的早餐鸡蛋 托马斯太太说 莫格真讨厌 戴比却说 反正尼基不喜欢吃鸡蛋 莫格从猫洞往外看 花园里正下着雨 莫格想 也许街上有大太阳呢 宋奶公来的时候 莫格跑了出去 宋奶公走的时候 他顺手关上了门 街上也没有大太阳 天正下着雨 突然来了一条大狗 莫格吓坏了 大狗一直追着他跑 莫格绕着房子跑 大狗跟着他跑 莫格爬上栅栏跑进花园 他跳上厨房外面的窗台 喵喵大叫 托马斯太太说 莫格真讨厌 戴比说 这不能怪莫格 莫格好困好困 他找到一个又暖和又好看的地方 呼呼地睡着了 莫格做了一个开心的梦 他梦见自己长出了翅膀 他到处飞 他飞得比小鸟快 飞得比大鸟也快 突然 莫格醒了 托马斯太太说 莫格真讨厌 戴比说 我觉得你不戴帽子更漂亮 戴比把自己的晚饭给莫格吃 莫格吃得干干净净 吃完晚饭 戴比和尼姬就去睡觉了 莫格也要睡觉了 可是托马斯先生要看电视 托马斯先生说 莫格真讨厌 莫格想 没人喜欢我 莫格又想 戴比喜欢我 戴比的房门开着 戴比的小床很暖和 戴比的头发软软的 就像小猫的毛 莫格忘了 戴比可不是一只小猫 戴比做了一个梦 一个可怕的梦 他梦见了一只大老虎 老虎要吃戴比吗 他在填戴比的头发 戴比突然大叫一声 莫格吓得跳起来跑了 托马斯先生和托马斯太太说 莫格真讨厌 讨厌 讨厌透了 戴比没有说话 他还因为那个可怕的梦 在哭呢 莫格跑出房间 穿过厨房 冲出了猫洞 他非常难过 非常非常难过 房子里黑黑的 花园里也黑黑的 莫格在黑夜里蹲着 想着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想 没人喜欢我 他们全都在睡觉 没有一个人让我进去 可是他们还没有给我晚饭呢 就在这时 莫格看到房子里 有一点亮光晃来晃去 他从窗子望进去 看见一个陌生人在厨房里 莫格想 也许他会让我进去 还会给我晚饭吃 莫格喵喵大叫 叫得非常非常急 非常非常响 厨房里的人吓坏了 他的包掉到了地上 包落地时 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房子里所有的人都醒了 托马斯先生跑到厨房大叫 小偷 小偷看看莫格说 莫格真讨厌 托马斯先生 托马斯先生打电话报了警 带笔让莫格进了房子 尼击一把抱起了莫格 不一会儿 一名警察来了 托马斯一家跟他说了所有的事情 警察看了看莫格 他说 莫格真特别 我见过看门狗 还没见过猫 莫格会得到一枚特别的奖章 代笔说 我想莫格更想得到一个鸡蛋 莫格得到了一枚特别的奖章 而且他每天早上都能吃一个鸡蛋 托马斯先生和托马斯太太 把莫格的事讲给朋友们听 他们都说莫格真特别 托马斯先生和太太再也不说 莫格真讨厌了 总结访 托马斯不自然 9号 马斯不微 7号 已经